历史上只有明朝北伐能成功 答案并不复杂 因为有马 靠骑兵 朱元璋他们那批人是蒙古化了的汉人 习战骑射算是比较内行 就是说他们用蒙古人的方法打败了蒙古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金行大运河的修建 吹响了元朝灭亡的序剧 你有了曹运 然后秦就无忧了 没有马匹也能打仗了 当然不通曹运的地方 汉人都不能够长期战友 即使黄若不休的灵渠 也没有办法拿下百岳 看看朝鲜和越南 只有少数民族 才能够完全征服少数民族 唐朝的先飞兵 元朝 清朝浮原辽阔 就是这个道理 马匹能跑多远 疆域就有多大 但是满清和元朝打越南还是打不下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宋以后的金角木返区复合宫 它是用动物胶做粘合剂的 这种宫一遇到高温和潮湿就开胶了 根本不能发挥有效战斗力了 所以草原民族骑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了 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 明朝并没有完全灭亡元朝 实际上当是中国 有人说啊 中国当时是处于南北朝 北朝是蒙元 全国玉玺都在蒙古 明朝只不过算个没有法统的小南朝 至于说历史上 为什么南方人都打不过北方人呢 历史上有外北的说法 却没有说外南的说法 中国的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河流的方向是从西往东流 冬天的风也是从西北北往东南瓜 在冷兵器时代 这都是很大的优势 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上说呢 西北属于上风 上水 占了地理 还有一点 从气候上讲 北方属温带大陆性 寒温带草原性气候 适合于羊马 北方民族几乎都是马背上的民族 马在冷兵器时代 可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在没有草原的情况下 后勤打仗全靠他 从历史上的例子就不难发现 从皇帝占池油 池油被赶到了南方 成为百越 原始玻璃尼西亚 南岛西人种都被从福建赶到大海里去了 商灭东夷 周灭商 秦灭六国 李自成灭明 也是从西往东 全容灭西周 鲜卑匈奴灭晋 戏丹金灭宋 元灭金 秦灭明 共产党灭国民党 都是从北往南 导致中原人口不知道多少次向南迁移 最著名的有永家难度和建言难度 北方汉人基本上都空了 都被少数民族和其汉化者取代了 从周易上说 西北属于潇洒之地 东南属于生法之地 所以说马前客有句预言叫蓬莱无救马 西北的俄罗斯 匈奴 金 蒙古 都是来灭国王种的 东南来的英 法 和西 都是来做买卖的 日本学者也说过 说西伯利亚 蒙古高原这个地方是邪恶的中心的 而英国是现代文明的发想地 从陆路或者海陆也好 离英国越近的国家 交通越方便的国家越发达 离英国距离越远 越有隔绝的地方 越落后越不发达 当然到了近代 热兵器战争 有了内燃机和车轮子 离西北方就不好使了 民国的时候 北洋政府徐树正 一个偏师 就打得蒙古人找不到北